復興澎湖空難造成48人罹難 總統馬19今早接見越南台商代表 邀請與會成員一同為罹難者默哀 台灣議員也紛紛在網路上表達哀悼之意 而日本網友也表示 先前受到台灣的援助 聽到消息特別感到心痛 聽到台灣發生空難事件 日本民眾深感不捨 大批日本網友在留言板上為台灣欺負 表示一直以來受到台灣很多援助 台灣人在這次意外中傷亡 讓我感到很心痛 有網友說能多救一個人也好 拜託一定要活下來 為禮難者來默哀一分鐘 總統馬19今早接見越南台商代表 全場起立神情哀戚 為禮難者默哀 保總統表示 昨天是沉重的一天 與全台灣民眾同感哀傷 議員們也都在臉書表達 關切與哀悼之意 天后張惠妹說 希望大家一起集氣 為居上乘客祈禱 一筆田復蓁寫道 祈禱父親航空 最急事件 逝者安息 傷者早日平安康復 一人論嫌棋在微博寫道 剛剛知道又發生了重大虛故 地點還是我熟悉的地方 心情十分沉重 就是很多熱血青年 到我們醫院要捐血 不過血是夠的 我們醫院也是 澎湖地區的備血中心 熱情的民眾主動到醫院捐血 還有當地的居民在網路PO文 表示願意無償提供免術空間 讓禮難者家屬或者救護人員居住 也有網友舉辦活動號召一人一朵白玫瑰 為不幸尼納的嗅酒祈福 新唐人 亞太電視 整理報導